所以说你觉得车能杀住是吧 肯定能杀住是吧 应该是吧 咱还不敢说 咱不敢说它开得快不快 大家好 我是米修克斯 今天的天气相当不错 风和日丽的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非常喜欢 今天呢 我们聊了这车 我开了非常久 非常非常久 那如果说 从我自打认识这车起 快十年了各位 2012年到现在 首先呢 我作为一个科技博主 我对东西 非常的挑剔 尤其是这种带有智能的 带这个电子的 那很早很早之前呢 这车啊 还没有智能 我们看到智能汽车呢 都是电影里 电视剧里 科幻片里边 现实中较为看起来 更为科技的车呢 到现在为止 特斯拉做的非常的棒 我先说一下 我为什么选它吧 实话说非常惭愧 做了很多自媒体 没赚到什么钱 咱也不是富二代 所有的钱 都得靠自己努力打拼 跟大伙伙是一样的 这点毋庸置疑 所以呢 我对钱花出去的地方 比如说买任何一个东西 我真的是要精挑细选 然后这车呢 又是三十多万的车 要花这么多钱 或者说 哪怕是贷款 最终也要花 至少这么多钱 对于我这样 相对来说啊 需要继续奋斗的人 这个选择非常的重要 有可能是致命的 所以我需要做很多的市场调研 才敢做这个决定 那想买这车呢 它其实不是 一年两年的事了 我在2012年就有这个想法 如果大家还记得当年发生了什么 可以往回推一下 在2012年的2月份 是特斯拉的Model X出现 就是在那之前呢 是Model S 以及Roster 第一代啊 已经在路上跑了 跑久了 我当时看到Model S 能够跑那么多公里 五六百公里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我是一个科技博主 我觉得它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一度以为它是一个诈骗网站 可后来发现还真有这车 只不过当年那价格比较高 买不起 在我看到Model S一瞬间呢 我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那钱是很难赚的呀 慢慢的赚 然后我人生当中啊 遇到几个骗子 把我骗得挺散 否则我可能会提前一两年买到车 那我有可能提前一两年的话 我会买到Model 3 但是还好 好东西就真的是 等久了之后会更好 特斯拉呢 在这些年的表现呢 真是这样 越等越便宜 越等车越好 那最后呢 在2021年的时候 我买到了Model Y 那咱今天说车 也别一直站在这个车旁边了 太晒了 我们换个地儿 凉快点 我选特斯拉的原因很多 那选一辆车 我不知道对大家火 那至少对于我来说 那选择特斯拉呢 我有很多考虑 我觉得汽车首先是特别安全 那我觉得任何一家人 都希望买了一辆车之后 带着全家出去玩的时候 起码在安全性上高一些 毕竟活着才有意义嘛 我觉得特斯拉在安全性上 在汽车领域当中 级别非常高 我不能说醉 因为凡事无绝对 非常的高 那第二个 价格方面 价格的时钟啊 以前我记得 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人啊 有个学生 他称这个兰波基尼啊 为叫什么 Metal Jam 他说金属垃圾 当时老师不同意 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那东西 开着坐着也不舒服 跑是挺快的 但是开着非常难受啊 又贼贵 安全性也不高 后来我们反正都买不起 听着一乐呵 当我们真的决定 要买车的时候 发现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当然啊 那个是很多年前的事 我也不是说 南波基尼的车不好 只是用户人群不一样 人家那车一般上赛道的 咱们在大街上开 我们说说老百姓的东西 那第三个 就是车能够 除了带我们去到 应该去的地方之外呢 还能够给我提供什么 多余的价值 一个东西怎么体验它的价值啊 就是你钱花过去 别人同样钱买到的 你的东西啊 能做的时间更多 那你呢 相对来说 你拥有的产品就比它有性价比 那当然人人都希望用最少的钱 买到最具性价比的东西 那说到车方面 当然安全系数如果能高所高 那特斯拉 model Y 我开质量呢 是完全符合我心中的预期的 要空间有空间 要安全有安全 要智能有智能 智能呢就是附属的 我说的额外的功能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我头些年啊 回来的时候我没有自己的车 我只能开家里的 每次我开我妈妈的车的时候呢 总会花一个时间去做些事情 就是我要去找车钥匙 有的时候 车钥匙真的 我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 我承认我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不知道车钥匙在哪 后来我真的脑海中在想 有没有可能以后就不用车钥匙了 是吧 开车不用车钥匙 带手机就可以 特斯拉实现了 当它实现的那一刻 我觉得这车就对于我来说是刚需 想想看 当一个东西对任何人来说是刚需的时候 我们拥有它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 可以说是渴望拥有它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反正就是无数的画面掠过 最终买了Model Y 接下来我说说我的价值体验 以及我心里特别特别享受的话 各位请允许我一边走一边说 因为我没有稿子 我都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记性的 走起来感觉放松一些 一开始我买到这车吧 老妈挺开心的 觉得这车特漂亮 但是她心中有其他的品牌 就家里人说另外一个牌子可能更好 就喜欢这样式 我死劝她她不听的 刚才就在20分钟之前 我来这录视频的时候 老妈也跟着来了 她现在可能在那边去散步去了 她跟我说这车是越看越好看 她还问我 你之前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说什么 她说你之前说过两年把这车给我是真的吗 我说我说话算数 给你 后来她开心的不得了 结果我有点后悔 就这么说 我妈妈是一个开传统燃油车很久的人 现在我们家燃油车放这基本上除非必要时刻 就是特斯拉不在 或者说我开上车出去旅游了 她才开她那个燃油车 挺有意思的 就是连我妈妈都会很喜欢这辆车 我当然很喜欢 她是如何喜欢上这辆车的呢 因为她经常开 我没事的时候在家工作忙的时候出不去 她想出去买个菜 办点事 我说你开我这个吧 咱临风这空气需要我们做出贡献 新能源汽车更好 你开我的车 能开我的车就开我的车出去 我们反正用电消耗少一些 结果她开习惯了 越开越习惯 然后有一些功能她非常的喜欢 我说一个发生的小事情 就我妈妈开这个车啊 她其实一直不知道一个功能 那个功能就是你下车之后啊 我一般啊就是回来之后 下车的时候 我会在旁边按一下驻车键 就是特斯拉的驻车键 我妈妈她不按 特斯拉这个功能非常智能 就是她可以感应到 你停下车之后是不是下去了 就你下去的时候 你不住车是很危险的事情 是吧 车会溜 但特斯拉呢 她自动帮你住车 就是你忘了也没关系 那有的时候我在网上刷视频 看到那些经常因为忘记拉手扎 或者住车的啊 车溜出去 有的时候是撞别人 有的时候是压自己 反正总会遇到一些非常危急的情况 特斯拉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然后老妈也跟我承认说 哎呀怎么还有这个功能 我说以后你可以注意 但是不住也没关系 你养成个习惯 我觉得习惯总是要好了嘛 这是细节 开了好几个月了 到现在中间啊 中间那个大大小小 网上铺天盖地的新闻 这边咱都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咱就不扯那些假消息 我是一个车主 我是一个诚实的车主 记住这点 我是一个既诚实 又敢于站出来说真实话的人 所以大家如果关于特斯拉什么事情的时候 可以先问问我 如果大家觉得信得过我 你可以把我的话放在特斯拉身上 假如我说一个什么情况 你99%把我的话当真的就行 我绝对允许大家怀疑我 因为 凡事无绝对 还是那句话 天底下没有百分之百的事 我呢 我非常享受 没有钥匙戴在身上的感觉 我也非常享受 在炎热的夏天 以及寒冷的冬天 我上车之前 可以通过手机操作两下 先把里边的温度调高 我相信现在绝大多数人吧 咱不说极有钱的人 像我们普通人 家里有车库的 一般都是地下室 冬天的时候较为冷 北方的朋友们 你知道下地下室的时候 你那个冷的感觉 一上车 哆嗦 这种感觉呢 我在加拿大受够了 加拿大经常上车 冻得要死 那之前没有这技术 后来我这个养成习惯了 而且这功能呢 你还能做预定 比如说你真的是 朝九晚五上班的 哎呦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幸福啊 车自己先给你预热好 你一上车 永远是舒适的温度 两个点 老妈更喜欢这一点 非常简单 第三个 我喜欢它的地方 就是自动驾驶 之前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回国吧 就是几年前的事情 还是开我妈妈的车 当时好像是要去其他地方 见个亲戚什么的 开高速 哎呦 那个脚给我踩的特别累 当然我妈妈那个车 也是有那个自动巡航的嘛 也开了 但是它自动巡航呢 还不如我在美国那个蒙迪欧 它只能保持一定速度 所有你要做的事情 你要控制速度 手动调 然后你要把握方向盘 该刹车之后刹车 前面车来了 你赶紧调速度 非常不智能 最多就是让你释放你的脚 不用一直踩这油门 这是以前的技术 特斯拉来了之后 自动驾驶 让我无比的轻松 不仅是无比的轻松 甚至是更加的安全 起码在我买了这几个月之后 我来回走高速 基本上全程都是自动驾驶 到现在没有出过任何的事情 当然说自动驾驶 不是说让你开着开着 就手方向盘都不握的 不是的 你适当的用点心 看着路 你不用老盯着 是吧 也许你可以分神看下左边 右边 活动一下脖子 但最终 我测试的结果 就在高速路上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极其安全 就反正我这 到现在吧 开了六千公里 城市里我可能开了不多 城市我们家林坟也不大 我多数时间是在高速上 我们把这五千五百公里 放在高速上 全程 五千五百公里 在高速上绝对的安全 那也许我幸运 大家可以说我非常幸运 但是我相信其他车主也是这样的 非常的好用 感谢这样的自动驾驶 改变了至少我在高速上的一个 驾驶习惯和驾驶的这种紧张程度 我可以稍微放松一些 听点音乐 听点故事 我眼睛只需要盯着 不需要特别的紧张 非常的省钱 以前跟我妈妈那车 开上十来天加一箱油 四百将近五百块钱 我记得 因为我有多余的充电里程额度 比如说你购买车的时候 假如大家买车 你要是没有朋友 有推荐码 你可以用我的推荐码 用这推荐码一买车 不是一千五百公里超充吗 我之前在网上推荐过 有些人用我这个推荐码买过 我有一些免费的里程 确切地说 最近一段这五千多公里 我没有掏任何的油费 也没有掏任何的电费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 因为中间有两次 我们家这边的超通站关门 停业 我在家冲了点 因为我经常跑高速 就是你每次跑一定要充满 要不然跑不过去 冲了两回 大概一共到现在为止 在所谓的里程数上 我花了大概七十人民币 就是在这接近六千公里之内 实话说 谁省钱 如果真人说 这六千公里 咱是花油费 咱就算吧 五百公里 四百块钱 咱除个十好了 光油费 四五千块钱 四千多块钱可能不多 对于很多人来说 也许就是半个月的工资 甚至是一个星期的工资 但是对于我们家庭来说 老妈退休金三千多 省了一个半月 退休金呢 水深危险 请勿靠近 我突然想起来 就以前我们加油 是一定要专程开到加油站 去加一下的 我算过 真是算过 以前有人说这个充电速度 你到那儿充个电 咱说这个充电桩吧 我们说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我们没有充电桩 家里没有的 我们要去这个大街上找公共 一般去充电 你如果电量只剩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 你去充个电 大约得平均花个四十到五十分钟 我们平时去加油的时候 等待时间 包括你要付钱 你要开过去 就是你要专程去开过去 开过去 加满油 给钱 给发票 如果在不排队的情况下 也十来分钟吧 排队的话 等个十五到二十分钟 中间的时间 其实只差二到三倍 但是 我们几乎不可能在加油站 想着加油的时候 你可以下车溜达去 不可能 那我这么长时间 这么多次的这个加油呢 充电啊 我基本上都是去吃饭 去街上溜一会儿 去商场里转一转 我没有觉得因为充电 真的造成了我非常大的困扰 不是说不花时间啊 有的时候也在一些个别情况 我突然间想去充个电什么的 也得花钱 因为有的时候 有一些商场 这个也要收这停车费 充电也不是完全免费的 就算你有免费的里程 但是交个三块五块的这个停车费 我觉得够值了吧 值了 所以在充电的时间上 我并没有觉得耗很长时间 大多数时间我只是用统筹方法 把它给云开了 这就是依靠我们的时间管理 如果大家做得好的话呢 这充电你可以把它忽略掉 因为这特斯拉的车呢 自备娱乐系统 还有一些恶俱的软件 那我呢是很多视频软件的会员 我不太喜欢等人 但我们生活中时不时的 你去接个人 你得等啊 你可以刷刷手机 怎么着啊 让特斯拉可以在里边看电影 但我相信未来这个 越来越多的这个 新能源汽车 智能汽车 一定会搭载这个影音娱乐 这不是它独有的 但它屏幕的清晰度什么呢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 科技评测的主播 博主啊 我觉得它整体表现的非常不错 我们从科技的角度来看 已经非常好了 我现在真的很期待 新款的Model S和Model X的大屏幕 哎呦 未来视频再说 因为特斯拉这个车上提供了 众多的这个充电接口 有了车之后 我从来没有担心过 我的手机会没电 以前用其他车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担心 一进去之后 先给插上 因为现在用特斯拉这车 你上车 你顺势啊 一定会把手机放在 那个无线充电的位置 就是你养成了一个 自动充电的习惯了 你着急的话 还可以用后面的快充 所以作为一个 平时离不开身的手机 这辆车呢 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因为我们大家 现在谁都离不开手机 那电量呢 到2021年的时候 很多手机依旧是 你要是用的太频繁 撑一天 还是有点难 那特斯拉呢 至少帮我们缓解了这些 生活中的问题 你说他是不是一个 很好的生活伴侣呢 至少对于我来说 是的 再这么讲下去 讲不完了 我们快速总结一下吧 因为时间有限 大家时间都非常宝贵 那说到驾驶体验 我不详细说了 网上很多人也讲过 我们就简单总结一下 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吧 就是我老妈 对汽车的这种驾驶体验 舒适度啊 要求非常高 她很喜欢开这辆车 其他我不多说了 不多说了 那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这辆车呢 让我们的驾驶呢 充满了更多的乐趣 也许你在驾驶途中 是一种享受 以前呢 开其他车的时候 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觉得是非常享受 因为你会时不时的很紧张 但是它呢 会让你的紧张感 降得非常低 另外呢 我的生活经验 它是一款 如果是你的行程 在方圆三百公里之内 我觉得它是一个 更好的伙伴 你甚至可以说 不用坐动车了 所以说你觉得车能杀住是吧 肯定能杀住是吧 应该是吧 反正不敢说 反正不敢说 它开得快不快 那我的生活经验呢 是我平时是经常 往来于临风到太原 我后来精确地计算过 我要去太原办事情的话 坐动车 再打车 去我要去的地方 不如我开着车 直接上高速 然后再给高速费 什么的 生活下来 大家记住啊 方圆三百到四百公里之内 它是你最佳的省钱的工具 并且你在驾驶的过程中 非常的享受 这是这辆车 给我这半年以来 带来最大的不同 我真的以前 特别喜欢坐动车 往那一坐就完了 这个在高速上 也是往那一坐就完了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辆视频 记得关注点个赞 我呢 得去找老妈了 她在那边逛街 对不起 是溜弯 然后在河边走 找到她去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